你好 欢迎收看1700整点新闻 我是乌凯文 新闻开始国际间最新消息 香港反送中游行 下午在深水部和港岛东展开 如同昨天示威群众不理会警方 所发出的反对通知书 依旧上街大游行瘫痪交通 目前现场最新的情况 交给国际中心编译 留人好 没注意到停电通知 妇女连人带车卡在电梯里 嘉义一位爸爸一大早急忙 要在女儿去上课 却忘记台电有公告 会暂时停电 把车开上升降梯的时候 刚好就遇到了大停电 两个人因此被卡在升降梯里 详细的情况交给记者洪杰云 上周三台北市信义区的 新光三月信义新天地A9馆 才发生了停电 而隔了四天之后 新光三月A11馆南端商场 在今天下午1点10分 也传出了停电 现场有局部楼墙煤电 那么台电正在查明停电的原因 详细的状况交给记者游彦慈 去年台铁普游马号出轨案 揪出了主风泵结构设计有缺失 而如今又在爆出了安全危机 党站焦点来看到 高雄市长韩国瑜假日竞选列车 在启动 今天来到了南投 走访庙宇争取地方支持 而南投也是前鸿海董事长 郭台铭妻子的故乡 韩国瑜第二站 总统造势选在这儿别具异议 另外初选时力挺郭台铭的 南投县长林明珍 也紧紧地陪在韩国瑜身旁 要营造团结气势 面对郭柯王可能结盟传言 韩国瑜祝福 但有信心 郭王两人绝对会留在国民党 前总统马英九周日来到台东 排完族的部落参访 关心莫拉克风灾的复原工作 但是人都已经到了台东 党内的整合工作还是如影随形 被问起究竟有没有联系上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马前总统说还没有联系上 但应该可以做到 台北市长柯文哲 假日到台南骑单车 前往各大